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一日之际在于晨 对于很多爱养生的人来说 早晨是不能错过的重要养生时段 尤其是起床后这段时间 即使一个很小的动作 都可能给健康带来影响 早起第一件事,做错很伤身 1.醒后不宜立即起床 早晨醒后不要马上起床 因为老年人的锥肩盘较松弛 突然由卧位变为立位 不仅容易扭伤腰背部 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 如果突然改变体位 可能发生意外 睡醒后,身体由抑制状态 转入兴奋状态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立即起身穿衣、洗漱 身体没适应过来 血流也比较慢 不能及时将氧气输送到大脑 就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等不适 中老年人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2.醒后不宜立即喝凉开水 早起后喝凉水会使胃肠黏膜突然预冷 从而使原先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 因其胃肠不适 甚至腹泻 注意 这杯水最好是与室温相同的白开水 果汁、咖啡、牛奶、淡盐水等都不适宜 对于本身患有新功能不全等心脏疾病的人群 不建议一次性饮水过量或饮水速度过急 3.醒后不宜立即小便 有的老人不愿半夜起床排尿 早晨醒来时尿易紧迫 迫不及待去卫生间 如排尿过快 膀胱排空亦引起头晕 甚至出现排尿性晕厥 出现跌倒意外 4.醒后不宜立即跌背 很多人认为起床后马上叠被子和整理床铺 是爱整洁的行为 可事实上 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健康 还可能让满虫更加肆虐 由于房间里的尘满在干燥 透露的环境中不易生存 而叠好的被子会轻易保存人体的温度和汗液 因此给尘满创造了生存条件 人在睡眠中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 使被子受潮 人的呼吸作用与分布全身的毛孔 也会排出多种气体和汗液 起床后立即把被叠好 被子中吸收或吸附的水分和气体 便无法散发 这样很容易使被子成为一个污染源 从而危害健康 5.醒后不宜立即开窗换气 昼夜有两个污染高峰和两个相对清洁的低谷 两个污染高峰一般在日出前后和傍晚 此时不宜开窗通风 否则会危害健康 6.醒后不宜立即抽烟 清晨历来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 沉起吸烟成为诱发高血压患者发病的助推起 因为在吞云吐雾的过程中 消烟中的尼古丁与大脑中的尼古丁 一线胆碱受体结合 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 促使心率加快血压上升 患者血压加快达到峰值 大大增加了脑出血 心脑血栓 心脚痛 冠状动脉症软 心源性猝死 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直接危害高血压患者的生命 7. 醒后不宜立即进食 早餐吃得太早 不但对健康无益 还可能误伤肠胃 经过一夜的睡眠 胃在清晨也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需要十几分钟至半小时才能苏醒 同时 早上脱液的分泌也很少 胃液分泌也不充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立即进食 或再吃一些难以消化的脂肪 就已导致消化不良 8. 醒后不宜赖床不起 赖床不起的人多数有这样的感受 躺久了反而觉得四肢发沉 精神萎靡 头晕目眩 还不如像工作日早早起床那样 精力充沛 还有人闹钟想了几遍 才匆忙起身洗漱 这会使叫感神经过度兴奋 自主神经发生紊乱 容易让人心情烦躁 英国心理学协会一项研究指出 与起床叫吃的人相比 早起者身体更健康 心情更愉悦 9. 醒后不宜立即揉眼 起床后揉眼睛对眼睛健康不利 尤其是糖尿病 高血压等患者 千万不要起床后揉眼睛 一般人在揉眼睛的时候 会将手上以及眼周的带有病菌的脏东西 带到眼睛中 很容易造成眼部的感染 同时 糖尿病高血压这类患者 血管比较脆弱 如果揉眼睛时用力过猛 就容易导致眼部血管破裂 轻者引起结膜下出血 重者甚至导致眼底出血 不同程度影响视力 小贴士 或者你可以转眼珠 双眼微闭 然后 眼球顺向旋转六圈 逆向旋转六圈后 两手用大鱼剂旋转按摩两眼眶 先逆后顺 各转六圈 死法能保肝气 明目 补肾 让人精神好 夏天睡前最后一件事 不是脱衣服上床 倒数第七件 腹式呼吸 改善心肺功能 腹式呼吸通过隔肌运动 来带动心肺活动 有改善心肺功能的作用 做法 取座位或者卧位 左右手分别放在腹部和胸前 吸气时用鼻吸入 尽量挺腹 呼气时用后呼出 同时收缩腹部 换呼深吸 每分钟7-8次 每次10分钟左右 老年人要注意 第一 腹式呼吸从不会到会 要练习 建议从每分钟10-12次开始 第二 站着练习 一阴呼吸接不上 眼貌精心 失去平衡而跌倒 最好坐着 倒数第六件 梳梳头防中风 头顶是多条经络汇聚之处 也有不少重要穴位 俗话说 梳头10分钟 预防脑中风 老年人多气血虚弱 脉络于阻 抑制大脑失痒 发为中风 经常梳头 刺激头部经络和穴位 能使头部毛孔张开 排泄 从而疏通经络 活血醒气 疏经通落 减少脑中风的发生 此外 用梳子对头部穴位和经脉 进行按摩与刺激 会起到疏通经络 醒脑提神等多种作用 梳头可以促使经脉通肠 活血醒气 大脑就聪明 无以退化 做法 梳齿紧贴头皮 从前额向后 梳到枕部 每次五分钟 注意 选择牛角梳最合适 梳齿不要太锐 太密 梳头速度不能太快 以减少前拉头发 保护头皮 倒数第五件 蹬蹬腿 改善血液循环 中老年人气血虚弱 易失眠 足够有六条筋脉通过 蹬腿可刺激这些筋脉的 继续运行 有助于阴气阳气 进行相合 可促进睡眠 此外 蹬腿可改善全身血液循环 使腿膝部的肌肉 韧带得到伸展 消除疲劳 坐法 坐在床边 受扶住床头等 保持身体稳定 单侧腿由放松状态 慢慢伸直 脚尖向回钩 先坐八次动态 再保持抬腿状态30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 倒数第四件 拍小腿 防腿抽筋 夏天睡觉盖的被子都很薄 而且不是开着门窗 就是开着空调 很容易受凉 中老年朋友则更是如此 一受凉 小腿就容易抽筋 影响睡眠 所以 睡前最好拍打一下小腿 能放松 温暖肌肉 有效防腿抽筋 坐法 躺在床上将小腿抬起 双手搓热 从膝盖到脚踝 从两侧分别拍打小腿肚 每条腿拍打几分钟 直到双腿发满为止 倒数第三件 锤脚心 促进睡眠 夏天天气热 很容易心烦气躁 影响睡眠 如果心火旺盛 则更不容易入睡了 解决心火和失眠的问题 用拳学最好 可以用空拳清锤 力度更容易掌握 难度较暗柔更容易 而且还能连带自己涌拳周围的穴位 做法 取座位 双脚靠向身体 左手捶右脚 右手捶左脚 如果自己捶有些困难 可以和伴侣相互捶 倒数第二件 揉小腹 赶走便秘 实践证明 坚持睡前揉腹 有的人当时就有变异 有的在一周左右 就会增加排便次数 富者 身之本 故为百病之根 清代一家陈飞侠 在陈述腹部与长寿的关系中说 富者水谷之海 水谷营野 主寿 总之 魔腹之法 可通合上下 分离阴阳 去旧身心 充实五脏 去外感之珠邪 清内身之百症 中国中医科学院 旺金医院重瘤科主任医师 王泽民还介绍说 我奶奶生前因为胃痛 常用此方法保健 后来不知不觉 胃痛的毛病就好了 她发现 每天推付还可以坐进睡眠 所以一直坚持着 有时候每晚还推付20到30分钟 99岁才去世 做法 睡前用掌心 绕其周揉腹 顺时针81圈 逆时针81圈 起床后 睡觉前都可以坐 最后一件 喝温水 减少心梗 如果担心喝水太多 会起夜影响睡眠 可以少喝一些 另外 晚上如果起夜 更要顺便喝一些水 天气越来越热了 大家赶紧把床头的水 都放好了 睡前喝几口 心梗中风 都赶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